2021年5月左右的时间 有一个月全时 不知道你有看到吗 今年在2021年的第二个月偏时 将会在今天下午左右出现 而今天的月偏时呢 其实早上的许多 所以你想要看到完整的过程的话 今天是不太可能的 好了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月偏时 首先 我们这次月偏时 月亮什么时候会升起来呢 这次月亮会升起来的时间 大约在下午5.03分左右 这时候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到月偏时的状况了 这一次我们的月偏时比较特别的是 它出来已经出现偏时的现象 你可以看一下后面这张图 这是中央气象局的图 它上面所代表的就是 我们上升的时候看到了已经是 时胜的状况 因为这次的时胜的状况 大概在下午5.03分左右 这是月亮被遮住最大的状况 而在6.47分的时候 整体会复原 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这次月时主要是发生在月初的时候 这种有一种特殊的名词 我们称为月初代时 所以这次可以看到角度会比较低 如果大家这次想要看月偏时的话 可能要找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往东边看 或者找一个东边的海岸 这时候你比较容易去看到整体的月亮 因为它的角度偏低 房屋或者是被建筑物所遮住 那有人会问如果你要看月时的话 需要什么配备呢 只是简单来讲你用肉眼就看得到了 当然如果你想要看得更清楚的话 你可以戴一个双筒望远镜 或者用个相机的长镜头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而简单来讲这次的月时是21世纪中的其中一次 整体来讲在21世纪中全球会发生228次的月时 其中有月全时86次 月偏时57次 半影月时85次 而台湾总计可以看到63次的月全时 38次的月偏时 跟60次的半影月时 如果你这次没有看到的话 还需要等多久呢 下一次的时间是在明年 明年总共有两次的月时 但是我们台湾看得到的时间是2022年的11月8号 所以如果你错过这一次就要再等一年哦 如果你想要看月全时的话 记得如果你今天下班的时候 看看天空 看看东边的地方有看到月亮的话 都有可能会看到月时 甚至这一次的月时因为遮蔽的很多 有可能会转成红色的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好吗 请分享给你朋友 跟他讲说 下班的时候看看月亮 也许可以看到月时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